接着看第九场 第九场就是今天另外一项的泥地赛事 是三班的场合路程1650米 超霸神区 缩回来跑1650米成为大叶门 2.8倍开飞过完关之后2.6倍 一路维持着大叶门的地位 去到开跑2.6倍 对手方面平海飞升开飞3.5倍 过完关之后3倍 尾尾回回一点上到4.1倍 天天精彩开飞8.1倍 开跑的时候就7.2倍 有些抹着了绿灯 其中一批就是元朗之星 最冷的时候是22倍 但开跑的时候只剩9倍 第九场是今天另一项的泥地赛 三班1600米 起步的时候那只满冠红向上跳 都挺危险的 暂时在尾 出得快点 内档超霸神区 他入闸就很扭令 外档两招拍着他的平海飞升元朗之星 留意6.3元朗之星 今场不是带头走的 摄好位 他落飞落很多 外档连来就双天自尊 然后凝加辉飞之锐 都在一个不错的位置 5.6位左右 反而外档那只麻烦点是尽力知诚 满冠红上回来的尾四位置 尾三转数高 暂时拍不到那两只 健康在望天天精彩 转到对面的时候 前面戴紧头暂时超霸神区 上一次失去控制 跑千八 今次潘顿控制 似乎真的挺顺 这里有点斗口而已 暂时带着一个马位 平海飞升跟着他 贴蓝第三是元朗之星 湘天之尊守着第四 然后灰衫的盈家辉 标志又跟着他 再跟着那一对 内档的满冠红 三叠位是尽力知诚 夹着中间转数高 就开始骑了 在美那一队 天天精彩 涉及内档 外档那只健康在望 入归的时候 前面超霸神区 还在带头 平海飞升 一直都给压力 过几码位之后 反而走得挺轻松 元朗之星 然后就双天之尊 外档这个时候 标志又冲上来 后叠位置 满冠红打的 内档的盈家辉 后叠出外档的尽力知诚 天天精彩 又拼内档 暂时在美 转数高 健康在望 入归左右直路的时候 前面超霸神区 有一骑之下两个马位在前面 平海飞升说 来到这里已经顶不住了 太厉害了 前面那只 内档元朗之星 上了点 外档上来的标志锐 最后百多米 前面超霸神区 上至千八都是回来 最后两步先弱 今天一龙龄跑小 百五大把把握在前面 后边元朗之星 追近了一点 高超第一名超霸神区 保重了 元朗之星第二 第三名是标志锐 第四名 还上来 天天精彩 又不是平海飞升 说他跑到1650 就算放得快一点也不害怕 上次都失去控制 一千八而已 其实他也放得不慢 不慢了 不过不是在一个失控的情况下放 他怎样不慢 他今天放的时间 我想要大勇的黄金甲才能顶得到 1分13秒69 所以这一场就变成 你看看平海飞升 就想着我要挑战你 结果就连位置都没有 因为你想拨打赛 他想拨打赛就会变成这样 你乖乖地不打算拨打赛那些 他如果只是想着Q的话 他应该够顶元朗之星 这些不行 这些深入敌阵 不成功变成人 这些跑马应该是争取冠军的 结果成人了 但是不同班 很明显两只不同班 元朗之星是出奇的 有信心的 淋起那些飞 是啊 真是奇 马房又没什么手影 你计算一下他这个路程 那个没有战绩的 他也不是一只很厉害的马来的 老实说 又不厉害又没有形态 最近也没有形态 但是他守着好位 他有Q就算了 即是可以的了 总之你不要辛苦地跟上去 守好位 就成功了 这只飞是出奇的 这只很厉害的 这么强的对手之下 我想不要说跑超霸神区 叫他跑满冠红也不一定 留意一下意外 红色衣服那只 天天精彩 冲出来 谁查了 他在转数高 转数高 他在大力骑着 整只抽起了 都是不够田太安熟的 这只天天精彩 用蔡明照 为什么田太安又没有跑这只天天精彩 今天他没有骑高东来的马 田太安 本来他都是私家马 他都没有骑高东来的 虽然是这样 但见到天天精彩的 泥地性能都是很聪明的 你见到他都是逐步地扑上来 650第一次不入三甲 刚刚硬颈 可能以前真的怪错了田太安 他真的可能要长些冲程 要早些抽出去望空 来看看第三名照片 第四名天天精彩 其实跑多步天天天精彩第二 应该是 分量时间头断27秒75 第22秒85 第三断23秒09 末断23秒18 总时间是1分36秒87 超霸神区 这场赢得的姿态都相当轻松了 之后马又会怎么部署呢 听一下联马斯说 程哥 他入闸的时候 你有没有点担心 因为见到他其实都好像 入不到阻里都发了脾气 是不是发脾气 他也不肯进阻 其实没有什么 试过的 其实你看到他跑了 泥地1650 甚至上场的千八 我不是个怪 他可能留不住 所以特邦找到很僵诚 潘顿 帮我骑下 控制的捕捉 都控制得很好 很漂亮 下一场就应该上二班 看回他的賽程表 其實只剩下3月31日 有場千八的中距離離地 我們要看看馬哥回來 就是回來跑完之後的情況是怎樣 我會再跟阿伊伯雙 和戴潘頓是否騎到 如果騎到我們都會 因為沒什麼路程 你知道離地也不多 整個船長遠一點 但是這匹馬你覺得 其實他有沒有一個實力 可以譬如試試遠征去沙達拉伯 或杜拜那些吸制的離地賽事 如果一個閘 那個調好一點他有機會 因為你知道 如果你去到那邊 入閘那麼久 他有機會是不讓你跑的 所以要回去再教一下那個閘 看看能讓他更容易入閘 不用浪費那麼多力 不用讓馬迷那麼緊張 不至於那隻天天精彩 剛才也看過 直路那邊阻礙人 所以蔡明紹要停賽了 蔡明紹在這裡其實天天精彩 由於他在直路那裡 在300米處 他就在滿灌籠下面 拖出來的時候 就阻礙了一隻轉數高 令到國南那裡也要立備 這裡蔡明紹就備自不小心 七日期 罰了兩天停賽 兼得多一個四萬五千元的罰款 他的停賽日期 就跑完3月31日之後 就停4月5日和8日這兩天 蔡明紹一直路 那隻馬都有點偏偏的 天天精彩有點耐閃 如果那裡順利一點 我想他真的可以保持著 這個不脫三甲的路程 這隻馬始終不夠熟 不知道有沒有得 在這場阻礙人停賽之後 有沒有得再騎回呢 因為看到蔡明紹 他跑了3月31日 那晚就沙田來的夜馬 就有這個三班千八米 看看是否給他跑了 他跑完那天才停 因為這次剛剛給他騎 之前在老田泰安騎開 是不熟的 都看他們差一點點的配合 是的 至於那隻超霸神駒 剛才Victor也問了誠哥 看看接著那場怎麼跑 不知道是不是也是 3月31日那場要跑二班 但可能輕綁 那場頂分是105分 我想你現在說要出去 去別處跑都言之上早 你贏了一場二班才算 是的 乙伯就很容易商量 你說找誰跑都沒所謂 不過如果以今場的水準 二班沒有問題 這馬的提速 你看回這場賽事 他破班就是紀錄的 這場已經 是的 而且如果升了班之後 那個磅位又會輕回 那你看看他 總之你不要讓他喪走 他就已經是很強的馬 知道那個竅門就是 盡量控制到他 留意一下之後 他在月底部署 好 時間休息一會 回來再說美場賽事 氣 大家好 再度讓你先進口 而且結束 今天我們請進口 好 好 再結束